嗨 大家好 我是莉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要来练习皮拉提斯 今天的练习可以准备皮拉提斯球或者是瑜伽砖 那我今天是用瑜伽砖示范 那如果家里有瑜伽砖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瑜伽砖来练习 另外想和大家分享 在我的网站上有许多跟瑜伽练习相关的课程 如果你有兴趣 想要精进自己的瑜伽练习的话 欢迎到我的网站上逛一逛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也喜欢和我一起练习的话 请帮我订阅按赞并按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那就让我们来练习 首先我们要先来到躺姿 我们让你的双脚屈膝踩在地板上 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候 先检查一下你的下腹 我们要让你的后背腰贴满地板 所以你的下腹会贴满在地板上 那我们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呢 请确保你两脚的距离 以你的骨盆通宽 我们深吸口气 下背腰贴满地板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脊椎一节一节的提起来 我们来到桥式 我们在桥式这边先确保你两脚的膝盖一样宽 所以没有张开来 要让你的两脚的膝盖跟骨盆同宽 然后慢慢从胸口一节一节的往下 腰椎一节一节的往下 最后是尾椎一节一节的往下 我们继续深吸口气 下背腰贴满地板 吐气的时候提起来 接下来深吸气 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双手往下 来到你的地板 慢慢让你的脊椎一节一节往下 最后让你的尾骨在地板上 我们要继续进行深吸气 吐气 让你的尾骨提起来 腰椎提起来 胸椎离开地板 深吸气 双手往上 吐气 掌心朝向 好像有一个水 你要把它压下去 然后慢慢的 胸椎一节一节 腰椎一节一节 好我们继续哦 深吸气 下背腰贴满地板 吐气的时候慢慢 让你的脊椎提起来 深吸气 双手往上 吐气 掌心朝下 让你的双手往下压 再慢慢让你的脊椎一节一节一节的往下 我们再行最后两次 我们动作比较快 动作要慢慢了 深吸 吐气 吐气 下背腰贴满地板 慢慢让你的尾骨提起来 腰椎提起来 胸椎提起来 深吸气 双手往上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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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身体一节一节一节的下 好 好 最后一个深吸气 吐气 吐气 提起来 深吸气 双手往上 再慢慢让你的胸椎 腰椎 尾椎 回到地板上 好 我们让你的双脚稍微伸直双手 也伸直在你耳朵旁 让你的身体稍微伸转一下 好 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候呢 请让你的脚板勾勾 确保你两只脚的小腿在地板上 我们深吸口气的时候 让你的脚尖碰 吐气的时候 由内往外化圆 好 换方向化圆 好 好 接下来 让你的双手再一次来到 让你的坐骨两旁 双脚屈膝 我们让你的右脚伸直在地板上 我们待会要做我们右脚的训练 我们深吸气的时候 抬起来 吐气的时候 吐气的时候 吸气的时候 脚尖破影 抬起来 吐气的时候 脚板勾勾 吓 很好 再一次吸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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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来的时候呢 尽量跟你的另外一只脚 至少有平行的位置 那如果说你另外一只脚 如果说你的力量还够的话 你可以让你的脚往上提 跟身体 跟身体90度的位置 那记得脚尖 point 提起来 脚板勾勾 往下 再两个吸气 吐气 最后一只吸 吐气 吐气 让你的脚踩回来 记住你的上半身都维持稳定的 接下来让你的左脚伸直 左脚尖 point 伸气往上 吐气 脚板勾勾往下 继续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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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住让你的支撑脚 也不要左右的晃动 所以身体要非常的稳定 让你的动作慢一点 感觉身体的控制 我们没有要做很快 那如果你感觉身体的控制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大腿前侧 又一直在用力 我们最后两个 最后一个 很好 让你的脚屈膝回到地板上 我们让你的双脚提起来 脚腿跟地板平行 后背腰贴满地板 我们深吸口气 吐气的时候上半身卷起 吸气打开 吐气化圆 再一次吸气打开 吐气化圆 继续吸气打开 吐气化圆 吐气化圆 继续加油 吸气打开 吐气化圆 一定要确保你的后背腰贴满地板 好 最后两个 很好 身体慢慢的往下 好 将你的脚踩在地板上 双手打开 层踢的踢字部位 让你的右脚举起来 左脚举起来 脚腿跟地板平行 后背腰贴满地板 我们深吸口气预备 吐气的时候脚往右侧倒 注意两脚的膝盖让它一样长 好 我们深吸气 双脚趾高 吐气拉回 很好 继续 我们换边 深吸口气 吐气导向左侧 吸气 脚伸直 吐气拉回 好 我们拉回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也就是说 你脚伸直的时候 你是同一个水平面拉回的 所以你的脚没有往前倒之后再拉回 所以你的脚不是这样子拉回的 所以脚是在同一个水平面 直接拉回来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继续 会感觉你下腹的力量 那尽量用你腹部的力量 让你的脚拉回 所以双手是协助你 不至于导向 另一边 但是你不能用双手的力量 把你的身体拉回来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再继续做两个 吐气 吸气 吸气脚伸直 吐气拉回 吸气 吐气 吸 吐 很好 让你的双脚回到地板上 我们接下来 让你的双手在耳朵 两旁 你可以十字交扣 放在你的头后方 或者放在你的耳朵两旁 我们让你的右脚直起来 左脚直起来 我们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右脚伸直 右手肘来到左膝盖 交换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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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身体的稳定 不要做太快 吐 那确保你的肩膀有离开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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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组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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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吐 吐 吐 很好 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回正 好 我们接下来要滚坐起来了 让你的双手来到你的膝盖后方 我们深吸气 吐气 滚坐起来 很好 我们让你的双脚 吐 吐 吐 来到柜姿的部分 我们先暖和一下我们的双手 让你的双手掌心贴地 神吸气让你的右手画一个圆 视线跟着你的手 来到前方的位置 反方向画圆 反方向画圆 我们换边 伸 吸气 左手 由前往后画圆 换边 由后往前 画圆 好 我们待会儿 我们待会儿 我们待会儿要把你的砖拿出来 我们要来到柜姿 那因为我的膝盖比较敏感 所以我会儿 所以我会让我的垫子 手往上 透气的时候让你的砖在你的背后交换 回到头上方 继续 换边 交换 很好 由右手 换到左手 左手 再换到右手 所以你也可以用皮拉提斯球 那瑜伽砖也可以 我们在训练我们的肩膀 活动度 但是别忘了 你的肚子没有凸 屁股没有翘 确保你的骨盆是中立位的 但是你的腹部微微的内收 最后两个 让你的双手一定要在你耳朵两边哦 最后一个 所以是你的手接近你的耳朵 而不是你的脖子变成乌龟颈 所以特别要注意 很好 让你的手往下 好 我们接下来 一样需要拿着你的皮拉提斯球 或者是瑜伽砖 让你的双手扶着你的砖跟球 确保两手的距离 确保两手的距离跟肩膀一样宽 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候 深吸气预备 吐气往后 吸气 很好 再来一次 感觉你大腿的力量 继续 保持上半身 没有驼背 最后两个 很好 将你的手解开 手应该会双三才对 好 我们让你的垫子 回复 好 我们接下来 让你的身体侧踏 让你的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让你的双脚屈膝停留 在这里 我们先伸展一下我们的肩膀 让你的左手抓着你的脚背 抓到的话 将你的脚背 踢向你的手掌心 然后让你的脚往后 胸口往前 稍微伸展一下 很好 慢慢的回来 好 我们停留在这里 让你的上半身是挺松的 所以肩膀跟骨盆可以连成一直线 另外一只手停留在身体的前方 我们深吸气 左脚打开 吐气的时候伸直 很好 吸气回来 吐气 放下 继续 吸气打开 吐气伸直 吸气回来 吐气放下 好 继续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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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个 很好 我们换边 应该会觉得屁股有点酸酸的哦 让你的手肘在肩膀的下方 双脚屈膝一样 我们先稍微伸展一下 右手抓着你的右脚脚板 脚掌踢向你的手掌心胸口微微的往前 让你的肩膀可以稍微伸展一下 很好 慢慢的回来 好 我们继续我们脚部跟臀部的动作 让你的肩膀跟你的骨盆可以连成一直线 停留在这里 伸起起打开 吐起伸直 吸气拉回 吐起回正 继续 吸气拉回 最后两个 慢慢让你的身体踏下来 我们让你的额头点地 双手往前延伸 双手掌心贴近双脚 打开微微的跟垫子同宽 我们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双手离开 但额头没有离开 慢慢的往下 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 双脚离开 但是双手额头点到地板上 慢慢的往下 继续深吸一口气吐气 呼 往下 深吸一口气吐气 呼 然后继续深吸气 深吸一口气 预备吐气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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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你的身体温温的抬起来 我们来到人面师身的位置 伸展一下你的后背腰停留在这里 接下来让你的身体趴下来 双手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肩胛骨往后绕圆 我们用手推地板的力量 让你的上半身推起来 来到高眼镜舌 稍微停留一下 三 二 一 再一次 慢慢的回到地板上 额头贴地 继续肩胶骨往后绕圆 慢慢手推地板 让你的上半身提起来 但是肩膀不可以掉 所以要用力地推离你的耳朵 慢慢地 回到地板 最后两个 最后两个 最后一个 好 我们吐气来到一耳式 休息一下你的下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将你的上半身提起来 坐骨 坐骨坐下来 坐骨坐下来 双脚 往前 我们最后一个动作咯 让你的双脚脚板勾勾 上半身挺直 让你的双手在背后食指交扣 我们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我们让你的身体往前 直背往前 很好 我们深吸气 慢慢地拱背 一节一节地提起来 很好 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吸气的时候 往前 吐气拱背 一节一节一节 回到骨盆正上方 吸气 吐气 吸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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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的脊柱 最后两个 脚跟尽量都不要移动 脚板勾勾 好 叫你的双手 双脚解开 好 以上就是今天提拉提示的课程 不晓得你练习完之后 感受如何 请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课程 也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或家人 那我们下次见